它的机果处理是怎样 卫生局第一时间带回所有涉案食材 其中这一代剩余阿败 被检验出小米托福松浓度异常高 分别去检测它的浓度 那我们发现小米的浓度是异常的高 是在405个ppm 小米被验出剧毒 家属吓了一跳 向警方表示小米是别人送的 而且做阿败时 小米会先清洗过泡水再倒成败 加上小米是恨做不会使用农药 托福松剂量这么高 其他农友听了 也觉得有点意外 是不是根本也不用农药 不用不用小米不用农药 台东当地米店业者也说 从来没听说过小米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不解意外怎么发生 根据出院的患者说法 吃的当下有觉得味道怪怪的比较咸 两个小时后 大家陆续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形 警方和卫生单位 再次重返曾姓阿嬷家的厨房 扩大裁剪 除了要追出小米来源 也不排除米粒 是否有被其他食材污染的可能 三立新闻女院王浩元蔡小贤 台东花莲采访报道